欢迎收看我们的每周360 大家拜天宫了吗 拜完了天宫来看一下 三个礼拜车坛发生了什么新闻吧 第一则新闻 BMW XM正式在马来西亚开启预售 售价超过130万令吉 我相信大家对于BMW XM这款车 应该会比较末诚一点 其实这款车呢 是BMW为了这个全新的旗舰SUV市场 打造的新车 它的主要对标对手 可以看作是Limbo Genit的Urus 它的车身长度呢 超过了5100mm 车身的轴距也超过了3000mm 所以可以看出这款车是非常非常的巨大的 这款车在物外观设计 采用了BMW家族全新的家族风格 可以看到它非常的阳刚 同时呢 它的车头有着非常大的鼻孔设计 看起来辨识度就非常的高 但是好不好看就见仁见智 不过不能否认是 这款车不管在科技呢 用料啊 还是这个动力配置 都是目前BMW车款中最强的 在引擎的配置部分呢 它采用的是4.4公升的V8 双涡轮增压引擎 匹配插电式的混合动力系统 最大马力表现超过650hp 也可以说是目前BMW车系中呢 动力最强的SUV的 目前呢 这款车同样呢 在国外也开始的益售 在本地的售价呢 则是超过了130万令吉 你觉得这样的价格 你会买BMW SM吗?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第二则的新闻 HONDA的WRV在ASEAN ENCUE的测试中呢 获得五星的成绩 其实在很久以前呢 马来西亚的消费者买车是不在意 这个安全性或者是安全配备的 但是很开心的是 这几年 消费者的这个安全意识已经上来了 所以对于车款的安全性跟安全配备呢 它们都比较挑剔 最近呢 就有一个好特别要告诉大家 就是这个HONDA的WRV 也就是小型的AIR SEGMENT SUV 在这个ASEAN ENCUE的测试中呢 获得了五星的驾计 这款车不仅是在车身股价方面呢 有一定的表现 而且它也配备了完整的HONDA SENSING 包括了主动式定速巡航等等等等 也因此在ASEAN ENCUE的测试中呢 它获得了五星的成绩 也可以说是目前市场上最安全的AIR SEGMENT SUV啦 其实呢 目前在东南亚市场AIR SEGMENT的SUV并不多啦 来来去就只有这个PRODO ARTIVA Toyota RISE DAHUS ROCKY HONDA的WRV 以及这个Nissan的MAG9 这五款车型里面呢 其实四款车都获得了五星的成绩 只有一款没有 大家猜猜看是哪一款呢 第三则新闻 Toyota全新的皮卡专利图曝光 可能是全新一代的Toyota HILUX 其实这个专利图呢 是在巴西注册的 因此有海外的媒体表示呢 这款车型可能是TACOMA的这个大改款专利图 可是问题在于巴西市场只有贩售HILUX 所以在巴西市场注册的皮卡车型 会是HILUX跟TACOMA呢 大家就自行评断了 我们先来讲一下HILUX的历史 目前在马来西亚贩售的HILUX 是在2016年正式发布的 其中呢 它在2018年跟2020年 经历了两次比较大幅度的小改款车型 其中在2020年的车款上面呢 它不仅改进了操控表现 引擎的动力也进行了提升 达到了201HP或者是204PS 峰值线路表现呢 则提升到了500Nm 这个动力表现也非常的出色 这款车也连续多年获得了马来西亚市场最畅销的皮卡车型 单单在2022年呢就卖出了2万多辆 比起很多很多的车款还要出色 它甚至是UNW Toyota第二畅销的车型 就算是在目前为止呢 这款车的订单还是非常的多 还是非常多人在等这款车 但是还拿不到 其实我们根据这个产品的销售年龄来讲呢 其实这款车确实也已经到了大改款的车型 根据国外媒体的消息呢 这个全新一代的HILUX会采用TNGAGAF的平台打造 也就是说跟这个Lancursor的平台是接近的 所以我们可以预计呢 这款车会有着更好的操控表现 同时会减肥成功 我个人是非常期待这个全新一代HILUX的 你们呢 第四次新闻 PRODUO ASIA的大改款呢 即将在2月发布 售价一级会上涨3000到5000块 其实这款车应该也是今年最值得期待的新车 已经很多人期待这款车发布 也有很多人评论我们问我们这款车几时会发布 这款车呢 根据消息指出会在2月17日发布 至于这款车会有什么改变呢 这款车会想TNGA的平台 甚至尺码会稍微放大 但是引擎的部分呢 还是维持这个1.0公升的自然进行轻 但是更换了DCVT变速箱 另外手排车型也会获得保留 只是手排车型只会提供少数的特殊需求 例如讲这个驾驶学院等等 一般的消费者应该很难买到 就好像现在的ASIA E一样 虽然讲它的售价大概是25000令吉左右 但是其实要买到这款车是非常不简单的 至于设价的配置则是在安全的配备上面提升 例如说这款车会有ASA 3.0还有6气囊等等 其实这款车我们已经获得非常多的消息了 接下来呢我们会在影片为大家带来更多详细的详情 希望大家留守我们的频道哦 最后一则新闻就是Toyota的传奇社长 丰田章男卸任社长的职务 但是他升任董事长 说到丰田章男大家应该都很熟悉这个人 他时常有着很多惊人的言论 但是他的言论其实上是都戳到重点 例如说他不看好电动车的发展 例如说他很喜欢赛车运动等等等等 而也因为这一个丰田章男Akio Toyota 他上任之后呢 Toyota才会更加专注在运动车款的发布 例如说这个GT86 Supra 还有这个GR Yaris跟GR Cora 都是在他主导下才会出现的这款 甚至Lexus的传奇超跑LFA 也是由他主导 因此我们今天才可以看到 这一个出色的日系超跑 除此之外 丰田章男也是一个赛车手 他曾经秘名参加一些赛车活动 甚至到他参赛的时候 人家才知道原来是丰田章男来参赛 但是今年他已经66岁了 所以他已经卸下了这个Toyota社长的职务 至于接棒他的任务呢 则是来自Lexus的负责人 同时这个人也是工程师出身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就是说丰田章男卸任之后 Toyota的车款会变回安哥车 是不会有这个情况发生的 因为这个全新的社长 同样的也是工程师 也是一个很喜欢赛车活动的人哦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内容 在这间祝大家年出酒快乐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